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末末的时候 会有许多的改变 特别是在环境 人性的改变 所以我们基督主要怎样 要更加的警醒 要更加的记住 认识神 认识神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因为我那个提醒 就是在这个末末的时候 会有许多的改变 特别是在环境 人性的改变 所以我们基督主要怎样 要更加的警醒 要更加的积极 去求神 认识神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因为我那个 没有给我 没有开 还没有开 好 感谢神 让我们先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来听神你的话语 主耶稣这个时候 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让你精致的来教导我们 借着你自己的话语 你的圣灵大大的运行 圣门当中的每一位 来到这里的都被神你的话来建立 被神的话来造就 谢谢你主耶稣将这个时间分配为圣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哈利路亚 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 别让人生白忙一场 我们这一生活在这个世界 很重要的 这样的日子 我们 知道呢 会越来越败坏 所以呢 我们这一生成为基督徒 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我们每一天的时间 我们要好好的安排我们每一天的日子 不要让我们的生命 我们接下来日子是 白忙一场 所以呢 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被提醒在我们 以下的这一些的生命当中不要白忙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天每一个人都会见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那么我们去见他的时候 我们要拿什么来给他 我们要拿什么来教给他呢 这个是我们今生相信耶稣基主 我们要考虑的 那么我们这一生不是 这样的 过一生 而已 那么我们要知道呢 我们面对着万旺之王 万族之主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交战 OK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要借着这一个分享的来提醒我们大家 提醒我自己也提醒你们 OK 然后怎么样的人会白忙一场呢 怎么样的人 会白忙一场 就是 宗教徒 没有生命的 什么是宗教徒呢 宗教徒就是一个相信耶稣基主 生命没有改变的 叫做宗教徒 这一种的人 不知道前面要怎样的做 不知道要怎样 走前面的路要怎样的行 没有目标 没有使命的 这个宗教徒 圣经有讲到 这一些的宗教徒就是 法利塞人 他们很虔诚 很虔诚 外表很虔诚的敬拜 很虔诚的祷告 很虔诚甚至近视 在他的内心深处 根本没有改变 这种没有改变的 就是没有生命的人 这种的人呢 的生命会白忙一场 另外一个呢就是 无知的人 活在 属神体系的人 只注重追求 今生短暂的 就是我们活着 只为了目前 我们在生活中的需要 生活中什么需要 我们生活中 吃什么 喝什么 住什么 用什么 这些懂事在神的眼中 都很短暂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很努力 去追求这短暂的 不要目前我们 超越过追求神 我每个人要生活 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追求 是必须要的 你必须要 我也必须要 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只是单单追求这短暂的东西 超越过 你去追求神 大家一直在忙碌追求 追求这一些 意识追求神的东西 忘记了神在哪里 忘记了来亲近神 忘记来聚会 忘记来参加小组 忘记祷告 所以这些就是圣经所谓的 无知的人 不知道自己为了 或者是为了 是为了什么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路加福音第12章20节 神切对他说 无知的人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要归谁 所以我们都一直忙碌追求 世上的东西 我们忙到一个地步 在路加福音第12章 上帝 在哪里都不知道 所以上帝今天对你说 你这无知的人 我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你所拥有的 你要归谁 所以神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不是不要 追求一世住行 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追求我们灵魂的需要 我们要追求更加的来认识神 我们要追求更加的来渴慕神 因为我们将来只有这一位神能够 将我们带回到天父那里 所以我们所预备的 我们所拥有的 只不过是暂时是带不走的 所以我们大家相信耶稣经 我们都是很有智慧的 那么我们要懂得如何 来处理我们人生的下半场 我们接下来每一天的日子 我们要怎样做 我们所预备的 我们所拥有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来看 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短暂 但圣经告诉我们说 四篇第九十第九节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生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生的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 强壮到八十 但基督所经过的 不过是老虎仇凡 转眼成功 我们的日子在这个地上 好像叹息 叹息是怎样的 没有了 就是这么的短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么短 七十年八十年 长命平均七八十岁 我们没有什么好花药的 我们不能够长生不老 好像叹息 所以在这里神教书们说 我们人生是非常的短暂 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言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哨时就不见 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节 所以你看我们的人生短暂到一个地步就是 出现一下子就不见了 就好像雾水一样早上 你看见了他 然后太阳一出 完全没有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言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哨时就不见了 没有个人能够永远的活着 肉体 我是说肉体 不能够永远的活着 所以很重要的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这一生短暂 好像荧物这么短暂 好像一生叹息这么短暂的这一个人生 我们要懂得好好的来安排 使到我们活得有方向 使到我们活得积极 使到我们活得能够让人家看到我们生命的耶稣 阿们 所以这是我们要活的 好 我们不要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摆摆忙一场 白白忙一场就是你所做的 你做的 你做的一生所同志所做的你的时间 所流的汗所付出的一切到最后 阿们 所以这是我们要活的 所以你会很失望 好 我们不要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摆摆忙一场 那个时候你要酷 已经不能够 你酷也没有用了 已经成为病菌了 所以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还有希望的时候 还能够的时候 所以今天告诉你自己 让我是下半生好好为主而活 阿们 宗教徒活在属世的体系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宗教徒 他是活在属世的体系 就是照世界的方法来活着 被世界的环境 被世界的周围的东西所影响 生命没有什么的意义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的生命活得有意义吗 有些已经三十 有些四十 有些五十 有些已经八十了 有没有九十了 所以我们这一生 我们回想过去 你的过去你活得怎么样 我们很多时候觉得 我们听人家说 人这一生生老病死 我现在已经到了病的阶段 就是等死了 是这样吗 甚至有些说 我这一生短暂 你六十岁七八十岁 吃喝完了就好了 我这一生追求 我吃什么穿什么 我派了就好 我能够享受就好了 这一生短暂几十年 你不要忘记了 你以为你短暂几十年死了 你就这样的完了吗 甚至有些说 我这一生短暂的 我这一生短暂的 那一个我们灵魂所去的那一生短暂的 那一生短暂的 那一生短暂的 是在你今生所做的短暂的 我这一生追求 我吃什么穿什么 我快乐的 这一生只不过是劳苦重担 好像一辆车的打压一直的转 然后呢 我这一生只不过是劳苦重担 就离开了 是这样吗 然后呢 我这一生只是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养儿育女 然后呢 就是过一天 算一天 我们这一生就 听天由命 是这样吗 所以 我们时常听到 有些人对我们短暂的人生 已经做出了这一些的决论 那么我们成为基督徒 难道我们这一生就是这样的过去吗 他们不认识耶稣去 他们所做的结论 难道我们还是这样吗 所以呢 今天让神告诉我们 我们要讲的活 不要让我们的生命白活一嗓 我们要活在属神的体系里面 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永恒 我们生命的价值 不是在这短暂的几十年 我们生命的价值就是在永恒 看灵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 我们自战自轻的苦主 要为我们成就极大 无比荣耀 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故念所见 乃是故念不见 因为所见是在 所不见是永远的 所以呢 今天神记着他的话也告诉我们说 你今天所看见的房屋 你所看见的车子 你所看见的塑胶山 你的性矿场 你说一切的所拥有的一切 你看得见的 原来我们不是故念所见 也是故念不见 那你看不见的是什么 看不见的就是神的活度 神的奖赏 所以呢 那一些才是 那我们要追求 才是永恒的 我们要忙着 顾念永恒的 因为暂时的事 没有价值 到你死那一天 你的眼睛所看见的车子 房子 孩子 带得走吗 带不走 大家都知道吗 都知道对不对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很努力的 忙着追求房子物质 所以呢今天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不是我们不知道 神知道我们知道 但是没有做 但是神今天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一定要 但是我们信念 追求 不代价 认识 那永恒的 因为 那个才是 最有 价值的 阿们 所以呢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 每个人都很聪明的 都是很有智慧的 我们要寻找 我们要得着的 都是那最有价值的 对不对 哈利路亚 那最有价值的 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 付更多的代价去追求 去得着他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呢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要寻找 我们要得着的 都是那最有价值的 对不对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三方面的工作 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 付更多的代价去追求 得着他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信主 过后呢 上帝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为我工作 他怎样为我工作呢 他怎样为你工作呢 就是上帝 他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给我们永生的生命 上帝 上帝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使到我们能够借着相信他 借着他的保险罪的赦免 上面 我们能够得着永生的生命 第一个阶段 就是神在我们这一个短暂的人生当中 第一个 他为我们工作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过后呢 上帝就在我们的心中来工作 怎么样工作呢 上帝呢 他借着他的话里 就是神在我们这一个短暂的人生当中 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借着我们追求他 认识他 来改变我们的信念 你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你是活在属世的体系 里面充满着骄傲 充满着惧疤 充满着自私 充满着 对一直的 盲目的追求属世的东西 今天你信了耶稣基督 你来听到神的话 你借着圣经 你借着追求神 你借着祷告 然后神的灵 借着祂的坏 教你 要怎么样的为主而活 你的生命要怎么样 活住基督的生命 改变你的信念 做什么呢 第三个部分 就是神 要借着你跟我来工作 然后神的灵 借着祂的坏 教你 要我们 以祂一起的同作王 所以你看 神给了你我生命 对不对 神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 有没有 第一个部分 祂做了我们大家都 接受了耶稣基督 祂给了我们有生的生命 现在呢 目前的情况 我们要努力的追求神 让神的话 跟神的灵 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里面来动工 来改变我们 将一些我们这属血气的 将一些不属于主的那些的信念 完全的除掉 使到我们有主的那种的信念 使到我们有属神的那种的信念 在我们里面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 因为神要预备我们 预备我们 预备你跟我 成为这个器皿 被祂用 在这个世界 活着的时候 以祂在地上同舟 这是神的目的 阿们 我们能够以神同工 在地上完成神的托付 我们才不至于空手见主面 所以我们在今生里面 非常的重要 弟兄姐妹 你今天要好好的来装备 被神的话 神的灵来装备你 使到你能够 真正的被神来用你 不然的话 你虽然是信主 不被神用 你是没有用 所以我们在今生里面 你要被神用 你才真正的有用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有这样的信念 你今天相信耶稣基督 你要真正的达到 最终那个目的 我要被神用 若是你有这样的心智 你有这样的渴望 你就会来到第二个目的 你愿意被神的话来找对你 你愿意被神的话 神来磨练你 你愿意要追杀祂 结果祂逃亡到哪里 到这个的旷野里面 在那里牧养多少年 所以在那个时候 因为祂血迹方干 看到这些爱是人欺负自己 自己民主的 那个人他就去 怎样 神磨练他 在那一段的时间 神淘造祂的神命 因为神要预备摩西做什么 摩西做什么 神经告诉我 摩西做了一件很大件事的事情 神透过给他 是什么呢 带领 以色列子民 离开哪里 神对了 所以在四十年里面 神在他的心中工作了 神开始在他的心中工作 在四十年里面 只是对着羊 在那里一直的神 来教导他在那里 所以四十年里面 所以四十年过后 然后呢 神看到他已经 OK了 可以了 所以就使用他 借着他的生命 将这一些 以色列子民 带离爱境 所以在摩西这一生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神在他生命三个 三个这三方面的工作 知道他能够被神用 若是摩西没有经过 旷野 那四十年 你说 神能够用他吗 能不能 所以在摩西这一生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摩西那个时候 非常的骄傲 摩西那个时候 他学习方刚 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看他不顺的 就杀掉他 所以 神要用一个人 要经过他的谋恋 经过他的讨召 今天神 要用我们每个人 我们愿意被他用吗 愿意不愿意 愿意 愿意 所以 如果我们选择 愿意被神用的话 你就要 愿意被神来讨召 经过他的谋恋 经过他的谋恋 在讨召当中 今天神要用我们每个人 你逃的话 我们愿意被他用吗 你就拉长神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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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里面 能够被神来用 那么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百活了 我们能够被神用 我们这一生就活得有价值 阿们 哈利路亚 让神在我们心中 我们来看我们 相信了耶稣基督 接下来神用他的话 圣灵来装备 我们能够被神来用 那么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百活了 我们能够被神用 我们这一生就活得有价值 阿们 哈利路亚 圣经把太福音第28章告诉他 你们要去死万能做我的 门徒奉护主圣灵的每一大问题 所以 神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 都有他的大使命 但是还没有出去为神完成这个大使命之前 神用他的话圣灵来装备我们 就是今天我们这一个的 目前的状况 神要用我们每个人将福音传弹 所以 神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 都有他的大使命 但是 还没有出去为神完成这个大使命之前 神用他的话圣灵来装备我们 就是今天我们这一个 我们来看 上帝怎么样为我们工作 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5节 我会每一个阶段来跟大家来看 让大家更加的清楚 我们人生下半段要怎样活 好 提摩太前书一章15节 基督耶稣降世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 但是我们 谁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耶稣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都罪得赦免 罗马书第5章第8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来做罪人的时候 唯有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但是 我们 因为 谁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神没有就这样的 让我们这些有罪的继续的 在罪里面灭亡 没有 神爱我们 他说我为你死 我为你代替你的罪 你接着相信我 你不再有罪 这就是神为我们工作 上帝将救恩给我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 神在我们心中公司是怎样做呢 西伯来书第4章第12节 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 比一切养人的见更快 甚至魂有灵 古节与古髓 都能赤路否开 连心中的失恋主义都能骗你 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 他用他的话 来 用他的话 来建立我们 因为神的话 进到我们里面 好像一把两刃的剑 就是两头都立的剑 OK 他赤进我们 来使到我们里面的 用他的话 来改变我们 来改变我们 那一些老我 那一些的骄傲 都能借着神的话 能够 禁到我们里面 用祂的话来工作 另外一个呢 在宴费15章第2节 神不单单用祂的话与祂的灵 来在我们里面 来改变我们 而且他说什么呢 凡属我不借果子的就捡去 凡借果子他就修理干净 使资子借果子更多 所以我们这些 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在这段时间 被神用祂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 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的生命所活出来的 不对的 神说他就会减去 修理干净 使到我们的生命 能够为神借果子更多 就像你种的红毛单树 不会打红毛单 很多枝子很多叶 你怎样 你就让他剪光光 剩一些就好 希望他明年能够开更多的叶子 借更多的果 所以我们修剪他 是为了他能够借果 OK 甚至一些完全不借果的 你甚至拿葡萄怎样 你砍要他 能够开更多的叶子 所以因为他百战土地 所以一个耕种的人 一个真正耕种的人 他希望他所种下的果子 能够开花结果 今天同样的我们的上帝 我们是他所栽种的 他希望我们的生命有一天 能够为他开花结果 所以当这个我们的上帝看到我们的生命 没有开花结果就剪一下 能够开花结果 让你能够明年借更多 阿们 哈利路亚 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 我们还是固执不肯改的话 那么神的团别就打一下 让你痛一下 所以当这一度我们的上帝看到的生命 没有开花结果都剪一下 让你能够 借助更多好的果子来 能够活着更好的个性来 阿们 因为神知道他要用你 他要有这样的个性 才能够使用你 所以神在我们当中 会做这样的工作 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在耶利米苏第十八章一到第六节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以后的话临到耶利米苏 你起来下到姚将的家 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 我就下到姚将的家里去 正义他转轮做去美 姚将用你做的去美 在他手中做坏了 他又用这泥令做别的去美 姚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耶和华的话就领导我说 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 我带你们去不能照着姚将 弄你吗 以色列家 你在姚将的手中怎样 你们在我的手中也要怎样 所以我们像那一团的泥 姚将的就是我们的上帝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 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所以我们这一团泥 就要很愿意的被神的手伸进来 在我们的生命中 来改变我们 来逃照我们 所以这个的姚将 他要怎么样的做 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的顺服 我们不能够说 我不要这样 你要我成为圆的 我不要 我要扁的 神要你成为四方的 你说我不要 我要成为圆的 不能够 你这样的一直的征战 你不愿意顺服 那一个真正要做你成型的 那一个姚将 你这个东西 他有用吗 他要你圆 你就做扁 他要你四方 你就成为圆 神经说你这样的 你要自己 你要自己 你不愿意顺服我 你不愿意顺服 他怎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 来改变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今天这个姚将 他要伸手静忌 来改变你的形状 为的是你能够被他用 为的是你能够成为一个 他眼中有价值的去美 阿们 你要成为圆的在神的眼中 没有价值的 但是神说我要逃造你 成为四方的 才有价钱 卖出去才有人买 你不愿意活住神的话 因为活住神的话 需要付代价的 你不愿意付这个代价 所以我们的生命 永远活不住神的生命 阿们 所以若是我们今天 我们听了神的话 我们愿意的顺服 比如说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很容易去恨人家 动到一点就恨人家 讨厌人家 动到一点就跟人家有 不好的那种的争执 神在这里告诉你说 神的话说 你要饶恕那一个人 要完全的饶恕 要气质的饶恕 那么你自己本身知道神的话这样讲 那么你自己本身就 我不要 我为什么要饶恕 我为什么要饶恕这样的人 一大堆的理由跟神讲 我不愿意 我就是这样啊 神在这里告诉你说 神的话说 你要饶恕那一个人 你要完全的饶恕 要气质的饶恕 那么你自己本身知道神的话 如果是你愿意神的 我愿意选择饶恕 我愿意选这个功课 那么神就在你的生命 逃召你 直到你能够成为一个 神非常喜悦的取名 那么神就能够用你的生命 在祂的国度里面 来引导更多的人 来相信耶稣基督 阿们 所以呢 相信神的话 顺服神的话 当神逃召我们的时候 我们选择受主 我们就蒙福 哈利路亚 生命的逃召 神就能够用你的生命 在祂的国度里面 来引导更多的人 来相信耶稣基督 阿们 不然的话 所以呢 相信神的话 顺服神的话 当神逃召我们的时候 就这样的 不能够成行 OK 所以我们来看 成长的过程 我用比较简单的一些的 来让大家看 OK 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 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亦被我们备他用 我们来看神怎么样的来做 我们 从无用 变成神能够用我们 我们来看 你看 这个的姚将 还要做一个的花 花瓶 花瓶 花瓶美丽的花瓶要做的话 这个的瓶子是用什么来做的呢 开始是用泥土 是用泥土来做的 泥土有没有用 你看 有没有你们收泥土 在你的家里的架腕里面 有没有 没有 或者将泥土 放在你的衣柜里面 是一包是我的泥土 没有 为什么你不会收泥土来做的 泥土有没有用 因为泥土没有用 有没有你们收泥土 在你的家里的架腕里面 有没有 神说我们只不过要成为有用之前 在神的眼中 我们只不过那一团的泥 没有用的 没有 为什么你不会收泥土 我用简单的一些的图案来告诉大家 我们那个时候的生命 好像月亮一样 神说我们只不过要成为有用之前 月亮什么时候才亮 在神的眼中 我们只不过那一团的泥 什么时候 这一团的泥 现在又没有 十五才都对的 对 只有十五才亮的 初月亮不亮 不亮 所以呢 我们的生命在那个时候 虽然是我们信主 我们的生命从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有怎么样 晚上 偶尔 亮一下 偶尔活出基督的生命 对 只有十五才亮的 初月亮不亮 没有基督的生命的 又活自己的生活了 我要怎样就怎样 偶尔又好一下 所以是我们信主 这个是第一种 我们生命 好 我们的生命不要再降停止 我们要承净 承净怎么样 这个泥 就慢慢被这个摇降 怎么样 摻一点水 本来散散的 现在摻了水了 就变成 能够凝结成一块泥了 OK 有进步了 有进步了 但是呢 虽然是有进步 属灵生命有进步 但是我们生命还是不稳的 虽然是我们知道神的话 但是外面发生一些的事情 我们又倒回那一边去了 就变成 你能够凝结成一块泥了 OK 有进步了 你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虽然是有进步 属灵生命有进步 很喜欢买万支票 但是我们生命还是不稳的 因为你觉得 虽然是我们知道神的话 我有买 就有机会拨一拨 我有时会拨到会有钱 以前你是这样的 在你现在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那么你现在知道 我们不可以用这样方法来拨的 因为你觉得 我们要靠劳力赚钱 但是 你有一天 你真的面对经济 有问题 或者是 你晚上 有一个梦 梦见四个汗 那么你现在知道 我们不可以用这样方法来拨的 我们要靠劳力赚钱 那个时候是你会讲 你用口袋又没有钱了 但是你有一天 现在有梦到这四个号码 在梦中 有问题 或者是 保重 你晚上 做了一个梦 梦见四个号码 买对不对 不要紧的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那个时候是你会讲错 你用口袋又没有钱了 你那个时候的生命 你不是不认识的 现在有梦到这四个号码 但是你还不稳 你还是被外面的东西影响你 你会讲错 OK 我们不要到这个阶段 买对不对 就好了 我们要 这个成长 还要更进步的 那么 你又进步了 进步神怎么样 哇 成为一块泥了 你看这个摇将的手 可以进来了 可以进来了 在你的生命中 让你成形的 他要你这边尖尖 下面比较圆的 成为一个他 这个摇将心中 认为最有价值的形状了 OK 那么我们的生命 认识神也是这样 神借着他的坏来改变你 让你的生命越来越捷径 让你的生命越来越成熟 他要你这边尖尖 下面比较圆的 你看这一个 他手进去 他会有形状的 他还暖暖的 是什么 你动他一下 他会倒下去 那个形状会不见的 所以呢 就好像什么 好像死干 你要不稳定的 还是没有立场的 OK 还是没有立场的 很多时候 你在做选择的时候 还是没有立场的 有时又有一些立场 有时又完全没有立场 还是不稳 那么我们不可以到那个时候 就说我不要成长 我们还必须要成长 这一个的 这一个的花盆 要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有用 他必须要精细性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有时又有些立场 有时又完全不稳 他必须要拿去怎么样 那么我们不可以到那个时候 就做我们要成长 我们还必须要成长 这一个呢 这一个的花盆 要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有用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神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困难 来考验我们 直到我们在这个的困难中 直到我们的信心能够被坚立 在困难中来操练我们的爱心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 所以的经过神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困难 来考验我们 通不通 直到我们在这个的困难中 直到我们的信心能够被坚立 在困难中来操练我们的爱心 超验我们的考验 所以经过我考验的时候 今天神用许多的困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信了主要面对许多的困难 在这个困难中 虽然是很痛 我们要去解决要去面对是很痛的 但是神在这里说 只要我们愿意付一些的代价 能够经过神的这个火的考验 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稳定 阿们 我们不要去逃避 我们愿意的面对付一些的代价 因为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所经过的 我们所能够忍受 我们所经过的一切的苦难 是神知道我们能够忍受的主 神给我们的这一种的苦难 是我们能够忍受的主的 祂不会将那些我们忍受不住的给我们 因为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那个时候 我们所能够忍受的 我们所能够忍受的一切的苦难 是神知道我们能够忍受的主的 在一切的苦难中我们要怎么样 是我们能够忍受的主的 大哭还是大喜乐 在苦难中要大哭还是大喜乐 大喜乐 神说在苦难中要真正的喜乐 因为神借着这个苦难来逃到我们 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洁净 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稳定 使我们能够 在苦难中要大哭还是大喜乐 能够被神爱喜我们 好 接下来 那么经过活的考验 那么呢 祂就能够被雕刻了 被雕刻 然后呢 可以拿出来雕刻拿出来卖了 ok 可以拿出来卖了 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就是呢 我们不要 在那个时候生命 我们就不会被影响了 我们就能够在一切的患难中 为主做见证了 ok 比如说在经济困难当中 我们不会被这个经济 这个缺乏影响我们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位爱我们的神 在这个困难中 来操练我们的信心 接着这种的操练 我们接着我们的信 神能够再 接着我们的信 来供应我们的一切 所以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 这个缺乏影响我们的 不管我们知道 这位爱我们的神 在这个困难中 能来操练我们的信心 哈利路亚感谢耶稣 那么接下来 这个花瓶 已经能够用了 被卖进去了 那么这个花瓶就怎样 这个花瓶就知道 他目前能够被神用了 OK 他知道自己 现在被创造 被逃造出来 是要装水了 OK 要装水了 他知道 他的意向使命是什么的 我们的生命经过 一步一步的逃造 知道我们 清楚 神在我们生命的步骤 知道我们的使命是做什么 知道我们今天被神逃造 我们是要完成神的大使命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的生命经过 一步一步的逃造 到最后 我们的生命 就能够为主作员做到 知道我们的使命是做什么 知道我们今天被神逃造 我们是要完成神的大使命 所以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我们从无用 直到我们能够真正的被神用 为主在世界上做光做炎的话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选择 每一人都选择 愿意顺口和附带下 我们就能够 很坏的被神用 假如我们在这个生命改造当中 我们不愿意被神来逃造 不愿意付代价的话 我们这一生 可能到你死那天 神还不能够用你 为什么 因为你都不愿意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愿意顺服神用 假如我们在这个生命改造当中 我们不愿意被神来逃造 不愿意付代价的话 有些信主很快能够被神用 因为他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 愿意顺服神的坏 愿意付一些的代价 但是有一些信主的五六十年 还是那样子 不是神不公平 是你自己选择 不愿意来付这个的代价 阿们 所以呢 我们祷告呢 在我们当中 我们每一个都愿意被神来 逃造我们 哈利路亚 因为知道我们的目标 我们神要我们成就的就是 要被他兴起来使用我们 使我们这一生当中活得有价值 刚才我已经讲了 我们能够被神用才有用 我们能够被神用才真正的活得有价值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好我们来看 接下来 上帝借助我们工作 听我的号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毕竹了 上面有这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 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易 在大富人家 不但有经济银济 也有勿济瓦济 有作为贵重 有作为卑贱 人若自杰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去美 成为圣洁 克服主用 亦被洗一个样的善事 所以呢 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成为神的去美 所以不管我们是经济银济 木济还是瓦去 在神的眼中 都是很贵重的 所以呢 只要我们愿意 被神来用 作神贵重的去美 神就会借着我们的生命 来行各样的去美 来行各样的善事 阿们 神不是只是用某一些 对神的眼中 神就是很贵重的 你们的牧师 所以呢 只要我们愿意 被神来用 做神贵重的去美 所以呢 无论我们的生命怎么样 只要我们的生命 只要我们的生命 愿意成为神 能够用的去美 只要我们的生命 愿意被神来逃造 成为圣洁 神说 无论我们的生命怎么样 只要我们的生命 只要我们的生命 愿意成为神能够去美 因为在神的心意里 只要我们的生命 愿意被神来逃造 成为圣洁 所以我们都是有用的 阿们 跟你朋友们说 我是有用的 我要被神来用 所有的人 不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要只是被这个世界来用 追求这个短暂的 很重要就是 我们这一生的目标 我们这一生的选择 就是要选择 被神来用 阿们 哈利路亚 因为被神用的 才是有那用盆的价值 你被世界用的 追求短暂的 只不过是这短暂几十年 很重要就是 所以呢 我们要很有智慧的 既然我们信主了 我们要用神的智慧 活住他的生命 哈利路亚 因为被神用的 还是有那用的价值 上帝告诉我们 算了 他借着我们来工作 就是 在马太运28 十九的二十 所以要去死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实习 凡我所奔赴的 教训他们 我用他的实习 哈利路亚 好 上帝告诉我们 刚才我们讲了 在这一个各种生命 不同的生命的过程当中 在这一边的 还需要努力的被建立 这种的生命 还需要被建立 就是你的生命 还很容易 被外面东西影响你的 你的立场不稳的 OK 你还要追求更加的努力 追求神 认识神 让你的生命 越来越成熟 直到你能够成为 神克用的性命 直到你能够成为 直到你能够成为 这个的生命 有神的异象生命 为神做光作严 Amen 所以呢 不管我们当中 生命的程度 现在是什么样 让你的生命 越来越成熟 直到你能够成为 这个的生命 有神克用的性命 直到你能够成为 神克用的性命 直到你能够成为 我们要不断的追求 不断的追求 让我们的生命 真正的 无论去到哪里 都能够让神 借着我们的生命 为祂做光作严 Amen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这是我们的渴望 也是我们的追求 好 我们来看 上帝借着 我们来 为祂借着喜多的果子来 在上帝的 上帝怎么样进行我们工作呢 阿们 在出埃及基督 三月十五 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要守族教节 照我所分布你的 在亚必业内所定的日子 这五教品七天 谁也不敢空手 朝见我 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 所以神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能够空手去见 照我所分布你的 在亚必业内所定的日子 所以我们这一生 我们不要成为狐狸 要很清楚知道神的行 神要我们 不要空手见祂的面 哈利路亚 神不要我们的生命 成为一个光秃秃 没有果子的树 没有 你看光秃秃的 连夜都没有 我们这一生 只是追求我们自己 满足自己的东西 在神的面前 你却是一个光秃 神不要 哈利路亚 神要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 神要我们的生命 就是为他 借出果子的树 满树都是借果累累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呢 我们的生命 要成为这个借果子的生命 在这一个的生命改造当中 神要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呢 神要我们的生命 就是为他借出果子的树 满树都是借果累累 阿们 哈利路亚 在月色的生命当中 我们常常听到月色 因为月色的生命 实在是荣耀神的名字 在月色的生命当中 你看神开始给他印象 知道他得到了神的意象过后 他就开始为了神的意象 装备自己 因为月色的生命 他知道神要用他 今天你知道神要用你吗 你知道吗 刚才我已经讲了这样久 你知道神要用你吗 最终神给你生命最终是什么 要用呢 所以那个时候的月色他也知道神给他这个意象 他知道神要用他 所以他知道神要用他的时候 他就把握每一天的时间 把握以神沟通的时间 就算是他遇到许多的挑战 他的兄弟丢他 丢他 要灭掉他的命 他知道神要用他 要跟他卖点这些的埃及人 他一只愿远的没有 他知道神与他同在 结果呢 把握以神沟通的时间 经过许多的苦难 就算是他遇到许多的挑战 他的兄弟丢他 被那些主人的太太引诱 被关去监牢 然后被监牢的人 忘记了他 然后知道他成为宅相 他这一生当中 经过许多的波折苦难 他的心没有忘记 神在的生命的呼召 就是那最后神要使用他 他能够坚持在苦难中 坚持为主做言做光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神到最后 是要使用他 以他同作王来荣耀他的名字 就是那最后 今天我刚才问大家都知道 神最终招我们的目的 他能够坚持在苦难中 坚持为主做言做光 为什么 要不要放弃 神最后 不要 要还是不要 遭受到许多的困难 别拨 要不要放掉耶稣 要不要丢掉耶稣 不要真的吗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在一天的苦难中 我们要效法月色的榜样 他的坚持 你所受的苦 有月色受这样苦吗 不要丢掉耶稣 感谢耶稣 但是他还是仰望 这个 给他这个生命的主 我们要效法月色的榜样 他的坚持 你所受的苦 有月色受这样苦吗 今天神给你命的那一天 你必须要知道你的忠愿 他这样苦吗 被他来使用 将你这一生当中 你就不容易妥协 不容易放弃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我们信耶稣 其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 因为神没有说 让你送到这边 将来怎么样 他不告诉你 没有的 神很清楚 将整个这一个的 神的计划 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他拯救你 哈利路亚 他就要不要使用你 他已经很清楚告诉你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很忠心的 守住神给我们的 那一个的 立像 跟神的祝福 结果月色成为 整个明珠的 祝福 今天他拯救你 神也要使用我们 当中的 所有的人 成为整个 服庸的祝福 阿们 哈利路亚 不要小看你自己 神能够使用你的 哈利路亚 只要你能够 忠心好好的跟随神 神在色的时候 要兴起你 成为服庸的灯 神也要使用 让人看到你 就要来相信你 成为整个 服庸的祝福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不要小看你自己 神能够使用你的 但一里六章 第十 但一里知道 这禁令盖了一耳 就到自己的家里 神在楼上 穿复开向 耶路撒冷 一日三次 霜气 跪在他神面前 祷告感谢 于述常一样 阿们 我们看到呢 那个时候 但一里呢 被掩到别人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里 是拜偶像的 那么他们每一天都要向这个偶像来下拜 若是不拜的话会怎么样 上帝这个国王已经下令了 你不拜的话将要丢到哪里 狮子炮 结果但以理他是信上帝的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拜这个的偶像有没有 没有他重心的上帝 像这位神就是我们的上帝来下令了 结果他怎么样呢 六章十九的二十 这日黎明王就起来进门往狮子坑那里去 临近坑边哀声不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 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你所 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方说 厌亡换岁 我的神差遣死者封住狮子的口 叫狮子不伤我 因我在神面前无故 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你看在这里呢 上帝借着但以来告诉那里的人什么呢 上帝是那独一无恶的真神 哈利路亚 所以呢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的生命要被神来使用 来告诉这里所有的人说 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这个宇宙独一无恶的神 阿们 虽然是要丢进狮子坑 但是那独一无恶的真神 我们的神都能够保护我们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今天你的生命有没有告诉你中午的人说你的神说 能够行神 耶稣基督是这个宇宙独一无恶的神 跟他的神也是一样的 他的不能你的也是不能的 所以今天神要借着你的生命来告诉所有的人 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感谢神 这是但以理的例子 另外一个我们看保罗 保罗的生命当中 在福利比书第3章8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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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告诉我们说 不但如此 我将万事当着有损 以我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治法 祂为我丢进万事 看着奋土 为要得着基督 所以上帝借着保罗 在福利比书第3章8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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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福利比书第9节 带来许多的转变 就是他愿意 让神在他生命中 来帮助他来改变他 保罗的生命 神借着他 拯救了许许多多的人 神借着保罗的生命 也在告诉你跟我 我们要怎么样的来 走着十字架的道路 圣经在 在福利比书第4章第7第8节 保罗说 那没有的仗已经打过 当跑的路我跑尽 所幸的道我守住 同时以后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是按着公义审判主 到那日赐给我的 不断赐给我 也赐给 反爱慕他显现的人 保罗说 那没有的仗 在他的生命当中 神用他写下的 在新月很多本书 神用他的生命 拯救许许多多的人 神借着他的生命 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忠心 被神用的 子民 能够得着天上 永恒的价值 在新月很多本书 所以保罗这一生 自从认识 也许许多的人 他没有浪费 任何的时间 也没有浪费 他自己的生命 走自己的路 他的生命 实时的被神来提神 被神来使用 神借着他的生命 告诉你跟我 今天你能够 忠心被神用的话 天上奖赏是属于我们的 阿们 地上你没有很多的奖赏 但是天上 只要你忠心能够 被神借着你的生命 来使用你 天上的奖赏 上帝会一定奖赏我们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神给我们的 是超越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神要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人生的下半场 要活得精彩 要活得有恰恰 要活得有意义 将来天上的奖赏 相反的 若是我们的生命是下半场 算是信主 我们也是糊里糊涂 成为一个 不是基督徒 成为一个糊涂 成为一个 礼拜徒 来教会里面坐下礼拜 又回去 坐着这个椅子 又回去的 你这样糊里糊涂 这一些礼拜徒 这一些宗教徒 这一种的生命 我告诉你 天上没有任何的奖赏会 成为一个糊涂 神也不会用的 你这一生的下半场 将是 来教会里面坐下礼拜 又回去 坐着这个椅子 又回去的 你见乎里糊涂 这一些礼拜徒 这一些礼拜徒 这一些宗教徒 我们要好好的跟着神 我们要好好的来 让我们的生命被神来逃走 预备我们自己被神用 阿们 所以呢我们要怎样 不要让我们的生命白活一场 告诉你自己 我的生命还有多长我不懂 可能还有六个月 可能还有六年 可能还有六十年 我们要好好的 不管是多长还是多短 不要让你的生命白白的活 让神用你的生命影响着家人来信你 让神用你的生命影响着家人来信你 让神用你的生命影响着家人更加的爱耶稣 让神用你的生命影响着家人更加的爱耶稣 让神用你的生命来信你 那么你的生命就不会百活了 你的生命就有意义了 你的生命就有价值了 阿们 哈利路亚 提摩他后书第4章第2节 在这里呢我要用这个经文来告诉大家 让我们这一生 为那永恒价值的来活 让我们这一生 不要只为自己 来是为神的国度 为神的事工 来被神好好的使用 但是在使用之前 今天神问你 你愿意被神来逃产 你愿意接受神的来逃产 你愿意顾这个代价来顺悟神的国度 让我们这个时候站起来 来被神好好的使用 但是在使用之前 今天神问你 你愿意被神来逃产 你愿意接受神的面前 你愿意接受神的